25歲的女研究生 以往老師便祕 但最近半年來每天狂拉肚子 三到四次 甚至還出現血變 在自己購買藥物治療後 沒有改善之下 只好求助醫生 痔瘡出血的話 他的血通常是比較鮮紅色 對於潰瘍性的結腸炎來講 他會有一些黏液 因為他是發炎 他會有一些黏液 甚至會有一些白白的一些 膿狀的一些上面的一些黏液在 由於潰瘍性結腸炎 初期出血量不大 當許多人發現衛生紙上有血跡時 都會誤認自己得了痔瘡 但醫生提醒 隨著發炎越來越嚴重 出血量也會增多 如果不積極治療 最後罹患大腸癌的機率 會比一般人高出許多 他跟很多的自體免疫疾病 比如僵持性的脊椎炎 紅彩炎 拱膜炎 這一類他大概都有一定的 耗發比例 那這個是基因的改變 這個可能是 在年輕的時候 就會發作這種狀況 並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只是來得早晚的問題 是啊 那通常這種疾病 都在20歲到40歲左右 就會發生 由於潰瘍性結腸炎 容易復發癌變 更不容易痊癒 專家提醒 注意生活習慣相當重要 建議飲食多多蔬果 少油炸 避免熬夜 來減輕腸道負擔 避免疾病上升 今天這個回答 請回看 請回到 好